从南庄向天湖停车场旁的三角湖山登山口 一行人一路上山 沿着三角湖山沦陷就往向天湖山走 大约步行了40分钟路程 终于看到飞机残骸 前舱踏板和油门杆散落在一旁 静静躺在向天湖山林里的鸡身残骸 其实背后故事要回到民国67年 一架陆军航空队编号8012观测机 在苗栗南庄失事 回忆起飞机失事坠毁后 由于观测机上两人一死一伤 全部落几乎总动员抢救 这是军中的东西 你不能让它 你有帮忙帮吗 有啊一个活着一个死着 活着先下来吗 先下来要动我 那是没有道路啊 都用背下去的啊 当时才国小四年级的在地族人 风基德说 只记得长辈一直叫他们帮忙 一批先紧急协助将伤者背下山就医 另一批则是在现场处理状况 搜救任务持续到深夜 动员许多族人拿火把沿路照明 老人说拿什么东西 我们就帮忙拿什么东西啊 去找柴火 在那边生活 那个避寒嘛 上面会很冷啊 晚上啊 所以我们叫我们去找木头来烧 跟他们在那边一起 然后差不多的时间 我们小朋友被老人家赶下山 但是要上课 赶快回去睡觉 41年过去 最近因为飞机残骸故事 再度提起 引起各方关注 军方也正在掩拟 后续对飞机残骸的处置方向 15号这天 陆军航空601旅等相关人员 到残骸所在地会刊 失事地点位在元宝地上 军方希望了解部落 对于失事残骸看法 后续也将透过会谈 从中取得各方共识 对湘天湖部落而言 8012观测机 不只是一场意外事件 更是许多族人记忆 现在也是当地观光步道的景点之一 而部落族人大多倾向 能够把残骸留下来 再加上如果要将残骸整体运下山 恐怕在开路时会要伐木 营伤土地 而要取得所有地主的同意 也有一定难度 毕竟他是在这边四十几年 四十年左右 我们都知道那个飞机的地方 当初我们去年没有把那个路开出来的话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会发现飞机在哪里 他们路要走 要用杯的也困难 也不好走 那地主说你要做一个 那个路线要走的话 地主也不可能给你随便走 部落的人会反对什么的 就是也有游客都会去上去看 也是比较说 比较那个的 就是登山 登山去这样 走一走就会看得到那种的 他们都觉得不希望 要留在这边 应该是觉得有那个了吧 感情了吧 有点舍不得 还会问啊 有人会来问说 可以帮你带我们上去走吗 都来这边来看飞机了 这几天军方到苗栗南庄的上天湖部落拜访 交流意见 希望在汇集各方意见之后 能找到最佳处置方式 原始新闻喜故 五六苗栗南庄采访报导 芋 申请 medic 我